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 歡迎回到濕溝廚房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日本人都很喜歡吃的魚香茄子 這個魚香茄子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平時我們外面吃的會有沙煲 我們這次有一點分別 就是沒有沙煲的 平時外面吃的會有鹹魚在裡面 我們這次做這個就不放鹹魚了 考慮到大家不是每個家都會有鹹魚 就是日式的麻婆茄子 說明是茄子 我們先拿著茄子出來吧 單手是沒辦法開的 我們就切了三等份 就是剪皮 為什麼要煮一些單手拍不到的菜 為什麼要剪皮呢? 就沒什麼特別的 主要想剪一下我的刀工 其實剪不剪皮也沒所謂的 為什麼個人喜歡剪皮的口感 這裡是一條茄子的份量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多 待會有一個步驟 做完之後就會變小 剪10分鐘左右 10分鐘後 現在10分鐘過去了 我們先把茄子拿到茄子 先把茄子拿出來 把茄子拿出來 剛剛才拿到茄子上來 然後把茄子拿出來 然後拿出來 好幸好平時把茄子拿出來 茄子已經給我拿過 好像這些茄子一樣 用來拿出來 這樣拿出來 這樣真的會有多一點油 這樣會有很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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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等鍋的溫度 先把茄子拿出來 因為我們只要拿這個豬肉 如果太高溫的話 它就有點會黏 濕溝廚房 我們就不會用很複雜的 只是調一個醬汁出來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醬汁 這個簡單方便 有健康的日式魚香茄子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我拍的話 或者想我做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吧 拜拜